踩著整齊的步伐 排隊奉茶給自己的父母親 美國東落此上班 為14個即將成為大學新鮮人的孩子 舉辦畢業典禮 這一刻 家長深刻感受他們的睡變 我的最愛的記憶是 養家人的養家 我真的覺得很棒 給社群人的養家 也能幫助他們的需要 養家人的養家 也有很多東西 例如有愛情 有敬虧 和在其他人的養家 我希望將會用在未來 進行進行 典禮上 讓畢業生一一到處 參與慈少活動的收穫 對於即將而來的大學生活 他們也滿懷期待 在慈少就是因為做很多社區服務 然後我很喜歡幫助別人的感覺 所以以後我念的科系什麼 都是針對要幫助別人 我想去學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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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我覺得以後 我可以把這些學學學學的 我可以幫忙做一些項目 可以讓大家生命比較好 我們邀請慈濟明 同樣充滿感恩的 是核桃慈濟人文學校的結業典禮 大家雖然只上了一學期的課 但失親生的感情宛如一家人 在慈濟呢 有四姑跟四伯所有的志工媽媽 還有愛惜媽媽人們的關愛跟溫暖 真的讓我們在美國飽受了很多 很多在以前在家鄉裡面 才有的那種家人親情的感覺 學期結束也是學業成果的展現 孩子們表演歌舞 也奉茶給父母表達孝心 我覺得他就是在慈濟這邊教導小孩子 如果去感謝你父母 然後感恩天地 我覺得這部分他們就是 慈濟這邊教得非常好 孩子們在慈濟人文學校的學習 慢慢累積成心中一股善的能量 未來也能成為社會動量 大愛新聞 陳志生 美志工 美國報導